右边中国剑林 也是大猪 剑林显现开了 击身了 准备开始跟他转球了 先把他关到板边 再说 准备转球 来磨血 对方被剑林 再次捶到一个脑袋 凹了个腿上不差 剑林很安静了 AB 虾皮 圈一个转球 剑林还在 怎么办 剑林精神还有 但是 阿瘟马的大猪马上就要被他KO掉了吗 双方都在加气 阿瘟马现在跳肥地跟剑林 他在同时出招相杀了 剑林 依靠自己的血量优势 解决了阿瘟马 这把打的节度还是比较快的 发现没有啊 二十几秒钟 解决了战斗 第一灯 一个跳肥地 再次废掉阿瘟马 一条腿啊 一个肥地 你听到没有 骨头断裂的声音啊 好了 咱们了 开始上队局 来解决阿瘟马的中间 KING 梅乐在其中 过年好兄弟 把灯牌点亮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来看本场比赛 左边是全黄两千的第一高手 韩国的阿瘟马 右边是不锐他的中午狗手 广东健林 明天晚上小孩小黑抢十五 赢五千 输一千 明天后天吧 四号吧 四号吧 咱们来看本场比赛 来对韩国阿瘟马对战剑林 左边是阿瘟马的最后一个大将了 超级玛丽 号称超级玛丽 剑林现在拿到了一条三的有力之位 大树放手非常扎实 转球给自己加气 玛丽在拼命给自己加气 都已经满气了 现在玛丽在想办法怎么来击击大树 剩下这三个的体量 前跳中拳 马上后跳中腿 打凌对方连续两个动段 欢迎半生已过 朋友 新年快乐 过年好 那么场地就来到了全黄 中韩大战 左边是韩国的阿瘟马 还有救命中 剑林怎么办 阿瘟马现在贴了筋要叫原住 没啥用 都叫人了 大树现在被对方活捉 但是剑林还有两管满血 取量上来说 阿瘟马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他这里只有不到半生的玛丽 接一个三七超必杀 不需要了 给剑林再耍一个蛋 тому没有那种可能性趾要当地下端 感觉很重要 怎么了 我们现在去哪里子到哪里 有哪里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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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的